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看个标题 蟒蛇3的课程 为什么要学习蟒蛇3 原因很多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蟒蛇3应该说是 现在当今时代 最火的开发语言没有之一 尤其是在Google公开了 TensorFlow之后 人工学习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被提到这个日程上来 人工智能 AI 这是今后的主题 非常热的话题 今后5到10年 都不会冷下去 那么学习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那么用的最多的开发语言 是什么 蟒蛇 没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 应该有必要 开一套蟒蛇的课程 来给您讲解一下 这套开发语言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它的概要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定义 蟒蛇 它是一种面向对象的 解释性的 计算机的程序员 它非常的强大 而且它是由荷兰人 Guito Wang Lawson 他在1989年发明 然后第一个版本 发布于 1991年 今天是2018年 27岁 正当年 非常的不错 年负力强 正当年 它具有教本语言中 最丰富的 强大的类库 这是它最强大 应该咱们学习它的主要理由 它有非常强大的库 尤其在数学计算 科学计算方面 真的是佼佼者 所以说 它几乎可以满足 咱们所有的系统开发的需求 只要是咱们不开发操作系统 比如不开发Linux 那么咱们用这种蟒蛇开发任何系统都没有问题 除了Linux这种超系统集的开发 那肯定咱们还得这样用C元 对不对 好 咱们吹完了蟒蛇 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就是这个网站 您可以通过Google百度 直接一敲就能够搜出来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蟒蛇的官网 非常的简洁 但是感觉 我反正看到这个官网 我感觉一种非常学术的感觉 非常的不错 在国内的朋友 应该也能够访问到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回来 标准库 是这样 就说咱们学习一门语言 默认的这个语言的解释器 或者说编译器 会给咱们提供一套标准的库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通过它的文档中 可以进来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网站标准库 这很遗憾 这个标准库 好是好 但是没有中文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个语言的选择 不知道为什么 它居然有这个日文 韩文 法文 居然没有中文 是吧 所以 有点奇怪 现在这个中文的中国用过这么多 你在这再多一套中文做好 对不对 没关系 咱们反正 日文英文都看得懂 好 咱们再看 另外是这样 就是说 我虽然给您做上课程 但是我也推荐有兴趣的朋友 看一下这个达博三的官网 这个官网 它也给咱提供一套课程 也是很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对于这个蟒蛇 也是做了很精密的讲解 我不是给它做网告 因为有很多的技术 我也是通过这个达博三 这个网站学习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套课程 并不准备 按照它的逻辑思维进行讲 但是我只是说 这是一套非常好的 学习蟒蛇的教材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OK 这是给它做个推荐 因为我比较喜欢 达博三School这个网站 接下来 蟒蛇的发布版本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想用蟒蛇 或者说咱们想学这套语言 咱们肯定是从它的官网 去下载它的解释器 对不对 其实它有其他的发行版本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最著名的 Anaconda 这个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网站 为什么要学习它 为什么咱们学其他语言中 就没有类似的概念 是这样 蟒蛇 咱们想学习它 对不对 因为蟒蛇是跨平台 Windows Linux Mac都支持 但是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我想学习它的 或者说我想使用它的一套裤 这套裤的安装 可能不同的平台 安装方法 会不一样 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如果咱们 比如我为Mac 我要是装一套相同的裤 那么我可能要有一套安装方法 对Windows有另外一套安装方法 不统一 那么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想我要想学这套语言 我要想使用它 我集中在我的业务开发是对的吗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因为搭环境花了我太多的精力 那么该怎么做 这个Anaconda 就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一套包管理器 叫做Konda的这么一个管理器 通过它 咱们把它装上之后 它其实内置了一个蟒蛇的发行包 咱们装上它之后 咱们就不用再为 我装什么第三方包操心的 不用了 它就都给咱一下都解决掉 这个是我今后 所要给您介绍的主要的蟒蛇发布版本 但是咱们今天 我做的这套课程 并不基于它进行讲解 当然今后我会做其他酷的时候 会基于它进行给您讲解 通常会包括安装课程都给您讲 但是今天这套课程 或者说我本期蟒蛇3的课程 本套蟒蛇3的课程 不会基于Anaconda给您讲解 但今后我保证肯定会基于它 比如说今后我要做吞色辅导 我要做PCTouch 都是基于这个 套这个软件发行包给您讲解 这是今后肯定是非常常用的包 所以说我在这个蟒蛇的第一期 给您做一个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提前下来安装一下 然后再说一下 蟒蛇咱们这个课程使用的版本 是这样 因为我在做这课件的时候 蟒蛇最新的版本是3.6.5 对吧 但是我这写的是X 我在录视频的今天的版本 最新版本是3.7了 已经到 其实它变化的内容有几个 但不是很大 无所谓 咱们这次课程基于6也行 基于7也行 变化不是很大 因为它并不是这个 Major呢 这个版本变化 这就是小版本变化 无所谓 咱们再回到它官网看一下吧 如果咱们现在学的话 基于3.7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课件准备了大概37左右 语法呢 不可能说是我这个语法 我这套37的课程 仅仅是应用于这个3.6 不能应用于3.7 这个不会啊 但是现在如果咱们下载的话 大家请看 这个题目应该变成3.7了 那无所谓 那咱们就基于3.7讲解 但是注意问题 这个问题 我下期这个安装是再给您说吧 我这下载了 这个要把它删除掉 删不掉 这应该能把它删掉 我这是 首先说 下载时候是不能基于这个点击下载 因为它这个地方会给咱安装这个32倍的版本 这个我下期会重点的说 OK 那么再说一下 我学这套课程的基础知识 您要学这套课程 需要具备什么基础知识 其实什么都不需要 因为我的课程朋友肯定知道 都是有浅入深 从您任何都不会的前提下去给您讲解 所以说 您学我的课程 不用说 我得会什么前提 我得学什么开发语言 不用 但是如果您有编程经验的话 您听起来会更加的简单 OK 然后说一下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是这样 蟒蛇 ViuStudio Community这个版本 我前两天装过 它是支持 而且支持也很不错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比较重 后面这几个又都是收费的 这是基于Web的 我其实非常的推荐 因为我其他课程也是一样 我非常推荐您使用 ViuStudio Code进行学习 进行开发 而我这套课程 也准备采用VS Code 这和其他的课程也是完全的一样 我是基于VS Code 再加上蟒蛇的插件 然后给您做开发讲解 OK 再说一下我这个视频的计划 这个和我其他课程一样 每个视频 咱们尽量包括很少的知识点 一到两个 然后我每个视频 控制在五到十分钟之内 让您集中精力 去学某一个知识领域的知识 然后我的原代码 还是和以前一样 都会放到看中国的 免费的GitHub的服务器 Git的服务器 不是GitHub 是Git的服务器 您可以通过这个网址 下载到我的课程的最新的代码 然后这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参照订阅一下 OK 然后我这个视频 和以前也是一样 会传到优酷 B站 包括YouTube 三个网站 您去哪个网站 都可以看到我的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OK 网车三的第一期 就是这样 从第二期开始 咱们安装 然后正式学习这门语言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咱们在下个视频 明镜与点点栏目